男嘉宾小杨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长23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大学同学是吧 对 谈了多久了 两年多了 谈了两年多了 什么时候毕业啊 马上就面临毕业了 今天谁要来啊 她要来呢 干啥呀 我想和她分手 但是她不同意 分手的理由是姑娘 我觉得她心里就没有我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她从来都没有给我买过一份礼物 没给我花过一分钱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说她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就这些我也很能理解 我之所以答应她 我也不是因为要图她的钱什么的 我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心溜对方就可以了 但是她很多事就让我很寒心 比如说就是别的人约会可能都是一起看看电影 一起旅游出去吃点饭玩什么的 但是我们就没有我们每天就是吃完饭之后一起去溜操场 我们的操场就每天我们都得走两千米六五圈 多好啊 这比他们可浪漫多了呀 就是总是这样 之后我说咱们今天出去吧 她就说好啊 她转手就领着我去了隔壁学校 接着溜操场 我们在一起你没有逛过街吗 那难道我没有带你去过吗 是你是带我逛过一次街 那次她给我打电话说咱们去逛街吧 她说她发工资了就是我们总会有一些兼职嘛 然后她说她发工资了想去带我逛街我就特别开心 后来我们坐公交车去了商场 她就去那个耐克店里给自己买了一双球鞋 这就算逛街了 然后她说我们回去吧 我就和她回去了 因为那双鞋我也确实是瞄了很久了 而且那时候我也是攒了很长时间的钱 我终于凑够了买那双鞋的钱 买完之后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钱了 所以我可能也就没有考虑到你 是不是当时心里挺寒的 觉得这人挺自私是吧 对 哪怕给人买双袜子呢 是这意思吧 是我们都没逛别的 就直接给她买完鞋 我们就坐公交车回去 所以心里很不舒服啊 对 她就是只想自己都不想我 还有一次就是她看见有一个牌子的冰淇淋 就说她从来没吃过想尝尝 我说那买吧 然后她就买了一个 都没问我 当时我不是也没想那么多吗 身上也没带多少钱 所以我就随手拿了一个 然后我就吃了 不过那冰淇淋确实也没想尝尝 不你跟她一起吃啊 我也没吃啊 你也没给我呀 我怕你嫌弃我嘛 还怕人嫌弃 哎呦 这我也都忍了 有什么忍不了的事吗 这都忍了啊 还有一次 她摄友过生日 她说我们去学校外边的蛋糕店 她说她要给她摄友买一个蛋糕 然后我就很 平时就很喜欢吃 那个蛋糕店的一款榴莲蛋糕 然后她给她摄友买完蛋糕之后 我说哎呀 好久没吃榴莲蛋糕了 然后她说那你买的 我特别生气 我就自己买一个回宿舍了 因为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嘛 一堆人都在等着那个蛋糕 等着我 我当然是赶紧买了 就赶紧走了 哎我问你啊 她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还是仅对女姑娘 她的好可以给她自己 可以给别人 但是不会给我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有一个女同学 然后她 她女同学过生日 邀请她去 就是一起吃饭嘛 然后她有事去不了 她给她女同学 发了188的红包 那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不是也给你发过吗 你是给我发过 5开2 那520的数字 你觉得比188 是不是含一样 更好的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好 她就这样 而且我觉得她 处处提防着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不是我们实习了吗 大四就可以 然后她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 然后 发第一个月工资 然后我说 那咱们出去庆祝一下吧 然后她说 我也没发多少 这实习工资你也知道 就发了900多 后来之后 我看她手机里边 那个银行的公众号 显示的那个工资 收入2200 那当时你问的是我工资吗 工资本来就是实习工资900多 因为我当时老板看我干的挺带劲 赏识我 另外都是算提成的呀 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 那为什么给那女同学发180多 给这姑娘就发5块2的红包呢 因为我们 我们当然不以财富来论一个人的好坏 为啥呀 因为我刚刚觉得520 就大家都知道 那怎么不是52块呢 因为当时钱包里没钱了嘛 哦 我倒觉得大学里面谈恋 因为经济条件就那样 花都是家里人的钱 倒真的不需要特别的过分 你说这样那样 但是我听了你们这还确实有点太过了 就是正常 我也不可能想和她分手 对好像正常的人情交往在这都变淡了 你理解我说那意思吗 因为当时就想着两个人谈恋爱嘛 就不能光靠这种金钱来衡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只要有感情我觉得就可以了 她花你的钱吗姑娘 她不花我的钱 就是我也偶尔会兼职什么的 然后我说咱们出去玩或者什么 我说我花钱 然后她就说不行 然后我也照顾她 就是男生的自尊心们都要面子 然后我也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表示了 所以说她跟你交往的时候 她不花自己的钱 对不对 她也没花你的钱 是不是 对 她没花我的钱 好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为什么愿意给那些朋友花钱 是因为面子吗 因为可能觉得出门在外的话 不都是说出门靠朋友吗 可能就觉得需要一些东西来维持 是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对于她呢 那你朋友也是朋友呀 你不需要跟我维持关系吗 但是对于你就不一样了呀 因为我是把你当亲人对待的 对于我来说最亲的人 除了我家里的人之外 也可能就是你了 小伙子你告诉我啊 就是为什么她能从一个陌生人 从一个普通同学 转换为你认为的亲人 是哪一部分特质吸引你 你把她转换为亲人吗 因为就我们刚入学那会儿嘛 社团里的一些个活动 然后我俩就经常在一块聊天 然后就觉得跟她挺聊得来的 后来呢 就在这种相处的过程中吧 两年多了 其实我也知道 就是可能对她付出的比较少 在金钱这方面 但是我的心里 其实对她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觉得她是能够跟我 一直到白头的那个人 顾到问一句啊 你认可她说的那个理论吗 因为你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可以这样对你 但是我需要跟别人维持人情往来 这个理论你接受吗 我不接受 你不接受 是不接受这个理论 还是不接受她的说辞 我不接受这种理论 我觉得她喜欢我是真的 但是她情商真的很低 而且我们三观很不合 我觉得 好了 明白了 老师们你们看看这对应该怎么办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秋比特问卷 小阳你刚才说的那个理论啊 我理解就是 你的理念是 爱人 亲人 是自己人 所以不需要用钱来维系这种关系 我们之间有真情实感 对不对 对 我觉得真的感情是 根本不需要金钱来衡量 好 我下面说一些 我自己觉得是小道理的道理 说给你听哈 你知道女孩为什么会觉得 你对她不够爱吗 我们常说不能用金钱去衡量一个人是否爱你 但是花钱的态度 却一定可以代表你是否爱一个人 注意啊 重点是在态度 正是因为你花钱上的不平等 所以会让她的心里有不平衡 你们是有真情实感 可是为什么你给别人花钱的态度那么豪爽 给她花钱的态度 却丝毫看不出来 在你觉得热的时候 我给你买一根冰棍 这是一个态度 但是当你兜里有一百块钱的时候 天气又那么热 你一块钱都不愿意给她花的时候 你觉得她怎么能相信你爱她这份心呢 对不对 所以我理解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我只想请你去理解一些别样的道理 试着去理解 你看过一个故事叫做麦奇的礼物吗 一对国外的平常的小夫妇 两个人家里面过得很清贫 双方都想为对方买一个礼物 男人有一块祖传的金表 女人有一头美丽的绣发 男人为了给女人把金表当了 买了一把香了珠宝的梳子 可是女人呢 为了男人把自己的绣发卖了 买了一条表带送给男人 大家常说这个故事是一个悲剧的结尾 就是欧亨利师的讽刺 但是在爱情的领域当中 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因为他们得到了彼此的爱和真心 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这个故事 然后从中学到一些道理 好吧 祝福你们 谢谢 男孩我要告诉你说 情侣之间送礼物是一个必须的动作 你认可吗 你可能不认可 对吧 好 我告诉你甚至于这是人或者是动物的本能 你可能更不知道了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在南极啊 冰雪覆盖 所以呢 石子都特别少 尤其是特别好看的鹅卵石 阿德利企鹅 他在求偶的时候 熊企鹅会把这个鹅卵石啊 摆在此企鹅面前当见面礼 还有一种蜘蛛叫奇异盗猪 他通常在求偶的时候 他会把用他的蛛丝捆住的那个昆虫啊 送给雌蜘蛛 作为礼物 所以礼物是非常重要 甚至于是种表达情感那种本能 他既能显示我对你的好感 又能彰显我的能力 对不对 我的捕获能力 所以反倒我们的人类之间 我们看中这个 并不是说看中与否 就一定是很讲究物质 反而把物质和情感割裂的太清楚了 反而你太看中物质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之所以可能伤到了女孩的心 你不自知 是因为你觉得现在我只有这么多钱 我做不到那些 所以呢 我们感情是感情 物质是物质 你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如果混为一谈 那你只是看中物质 不看中咱们之间的情谊 反过来这么看呢 你把它看中 而在你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其实你觉得谁是第一位呢 自己 发了工资 你没有想到他 你想到两方面的事情 一个是自己 我要给自己买一个球鞋也好 冰激凌也好 另外一件事呢 我要把同事之间的关系 朋友之间的关系搞 搞好了 其实呢 那也是为了自己 对不对 可是在你算计的太清楚的一个情感当中 没有他 这是女孩真正伤心的地方 他不是觉得五块二就少了 不是 是因为同样情况 那个朋友给了一百八十八 这是比较出来的 冰激凌他也想吃 但你没有问 在你那一瞬间 你心中没有他 满心欢喜的一年逛一次 买的东西也是为你自己 他很伤心的 所以啊 问心自问 你爱这个女孩吗 连动物都能做出一些动作 送出礼物代表心意的 你为什么不能 算计的太清楚了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这样的两个人 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 找到那个你愿意为他去 花进身上仅有的 一块钱的那个女人 那个才是你的真爱 是这样 当我听到 我都听到的 我听到这个你了 说明天 我听到我听到 我听到 人鹿野 是一个故事 你为什么要 你对我 不在那 keywords 自己其实有没有 你边 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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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自己有点小自私也正常 年轻 对你苛刻一点把你当成亲人 我也可以理解这种说辞 但我唯独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要隐瞒工资 一个女生习惯了不向你提要求 但你不能认为说一个女人不向你提要求 你可以默然而视 甚至提防 她是喜欢用你钱的女人吗 她不是啊 她没有向你提过要求 我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提防她 自己挣多少钱 不能坦诚相告 其实我没有不告诉她 我就是 因为我可能真的就是 还有一点 即便说你不是刻意不告诉她 但是一个长久在你一起 跟你谈了这么长时间恋爱 一个不太提要求的女生 我第一个月工资 我挣了多少 我很高兴地要跟她分享 因为我平常也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 我不大喜欢与别人分享 行 好吧 那我只能说 这个女生还不足以让你爱到 愿意跟她分享自己的快乐 曼琪是快乐 吃冰淇淋是快乐呀 挣到第一笔工资是快乐呀 我愿意跟她共同分享 我们第一笔果汁啊 至少说明你不愿意跟她分享 我自己的快乐 所以我想告诉姑娘的是 第一 你不能习惯不索取 我们说 我们讨厌一个女人总提要求 但完全不提要求 你久而久之 会让别人理所当然地认为 你是不需要养分 那你就会被弹幕 第二 你离开她 没有人可以谴责你贤贫爱富 因为你毕竟真诚地付出了 至于男生 你应该好好地就回顾一下 跟这个女生相处的这些时间 自己哪些地方做的是不妥的 是做得过了的 贫雄只是暂时的 将来呢 如果日子过好了呢 我们应不应该跟我们所爱的人 分享我们最大的快乐 就对 主要是问你没个问题 我想替你回答 穷怕 所以在她的第一意识反应里面 不是分享 是我先吃饱 她就是这么个人 但是我坚信 这个男生是喜欢你的 对于女生来说特别简单 她是自私的 她是不懂得分享的 她是在意财富的 但是这些词放在她身上 我想都是一些中性的词 所以就是 只考虑你个人的感受 好 我就往前走 不好 我就离开 男生可以理解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从咱们在一起 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 我对你的感情 其实一直是没有变过的 你在我的心里 永远是那个积极向上 面带微笑的女孩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幸福 可能是我不太善于表达 而且今天也听了老师们 这么多的意见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但我们也相处了两年多了嘛 然后很多事情 真的让我很伤心 而且我觉得短时间 也不会做出很大的改变 我真的累了 好 谢谢两位请回啊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 是做何选择的 来 请开门 来 抱一抱